秦天你好 他现在的行踪报告 跟你联系方式是不是通畅的 我也能够打个通电话 但是不接 他上次我家的一个客人 就是联系不上 他想回就回 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建议 一个建议姐姐 赶快分 头也不回地赶快往前跑 不要有任何的顾虑 因为任何的顾虑都抵不上 你现在这一种自我拉扯的状态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至少有800多个新眼子 白天他是一个霸道总裁 这是我老婆 晚上又说 我不习 我就要走 我跑掉了 您也是 他对你好的时候 您开得像花一样灿烂 一对你不好了 有什么风水草动了 您瞬间就心灰意冷了 你们就这样来回 反复地四个人格地相互拉扯 所以是一定不合适的 第二点 高端的猎手 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他都是公司一把手了 那么地完美 到家以后 会傻不拉几地往那一躺 早也不洗 打游戏 或者说对你爱他不理的 不可能吗 而且第二点 允许自己做自己 允许别人做别人 他这头牛拽不回来的 聚得像一头驴 当然您也是聚得像一头驴 但是以后会有一个人 发现你是一只独角兽 但这个人你还得等 不是这个 一定不是这个 这是韩俊的建议 问一下丹丹 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没有做好 结婚的准备 你首先就不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你不要老是去强调你的大龄 你的内心非常的小 你是一个少女型 不管接下来的情感怎么走 首先就是你不要把自己强调 我是一个37岁的大龄 圣女 这个观点是错的 如果一段感情中 你让自己越来越不喜欢 这样的自己了 那么这个人 他一定不是正确的人 我觉得没有必要走下去 你这个问题是两个成语 一个叫一见钟情 一个叫一地鸡毛 从感情上来说 我觉得你们一见钟情 这段感情真的是非常好 但是呢 你们一落入到凡尘 像女生一样 一地鸡毛 他明显就是有压力 男人呢 有一个叫煽动原则 就是女人的情绪来了之后 不不不不 我全部要说完 男生是怎么样的呢 他有情绪有压力的时候 第一时间 找个煽动 躲起来 平复我的情绪 搞清楚 我这个情绪从哪里来的呢 原因是什么 方案在哪里 我想清楚这些之后 我才会走出来 当一个男人躲入煽动的时候呢 女人分两种 一种是聪明的女人 一种是相对 没那么聪明的女人 跑到煽动门口去 你给我出来 你算什么男人 你逃避问题 但是聪明的女人 会跟他说 没事 我知道你是在解决问题 那么我在想 我这边也调整一下情绪 有什么我们俩沟通的 随时可以保持沟通 你说出你的想法 并且让对方也说出他的想法 之后不设结果 让双方的想法 都自由地发酵一段时间 刚才呢 三位嘉宾都说了一下 自己的观点 你比较认同 哪一位嘉宾的说法呢 我们现场有一棵许愿树 你有哪些心愿的话 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让嘉宾帮您 写在许愿牌上 然后把许愿牌挂在许愿树上 我希望乃老师去帮我写 不只有一句话 你一定能够成为一个 平静温和的女孩子 平静温和的女孩子 你值得被爱 好的 晴天也希望呢 大家给你的一些建议 会能够有给你一个好的方向 好不好 好 晴天那么就不聊了 再见 好 再见 嗯